好,来我们看讲解2 根4的乘法运算 刚刚我们练习了最简根4的这个东西 那乘法运算基本上 根号2乘上根号3 这种题目的答案其实就是里面直接相乘2,3的6 OK吗? 那如果今天叫做根号4 如果今天假设叫做根号8好了 根号8乘根号3 它叫做根号的3乘8是24 可是啊,24它其实是4和6 那那个4跳出来要变成2根号6 好,所以你一开始要先知道这种运算方式吗? 再来,我们回到这个题目 根号10-2根号15括号乘以根号5 所以就等于,好,根号5乘进去 那其实你就可以写根号50 减2倍的根号5乘15叫做75 OK,再来 50其实它可以称为25乘以2 对不对? 50它是25乘以2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跳出来变成了5倍的根号2 再来 这个75是25乘3 那25跳出来是5 5乘以2得10 10倍的根号3 记得 5根号2和根号10根号3 如果是这种题目 如果是这种题目啊 你记得在外面的跟外面的相乘 好 被关在外面的 不是被关在外面的 在监狱外的5跟2相乘 那被关在里面的两个也自己先去相乘 所以这种题目就会等于5二的10乘上 这个根号关进去一起乘 所以叫做21乘上四分之15 所以就等于10乘上 OK,这两个月料 5 所以5乘15 叫做根号的75 好 最后75就叫25乘3 其实你多看就会发现 常常写的数字不够就是那几个 25乘3 那个25跳出来变5 所以答案就叫做50 根号3 OK,这个题目你也会了